大家好,欢迎来到HSK汉语课堂,我是陈丽。 今天我们一起说说颜色影响心情,来看我们要学习的词语。 研究,研究,证明,证明,感情,感情,兴奋,兴奋,伤心,伤心,好处,好处,往往,往往, 阳光,阳光,生活,生活,积极,积极,共同,共同,浪漫,浪漫,爱情,爱情,浪漫的爱情。 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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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let's learn some words and grammar points more. 对什么有好处? 对什么没有好处? 绿色会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休息,对我们的身体也有好处。 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好,我们来看第一段话,the first passage。 科学研究证明,Scientific research shows, 颜色会影响人的心情。 不同的颜色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情变化。 红色会让人变得热情,使人兴奋。 热情,passionate,兴奋,excited。 黄色和白色让人觉得心情愉快,给人带来快乐。 黑色却容易让人感到伤心难过。 人们在看到蓝色时会觉得很舒服,会变得安静下来。 Become quiet,变得安静下来。 绿色会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休息,对我们的身体也有好处。 Now,normal speed。 科学研究证明,颜色会影响人的心情。 不同的颜色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情变化。 红色会让人变得热情,使人兴奋。 黄色和白色让人觉得心情愉快,给人带来快乐。 黑色却容易让人感到伤心难过。 人们在看到蓝色时会觉得很舒服,会变得安静下来。 绿色会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休息,对我们的身体也有好处。 好,来看问题。 根据这段话,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哪种颜色会让人觉得难受? 白色,黑色,黄色,蓝色。 答案是黑色。 黑色会让人觉得难受。 这段话主要谈颜色与什么的关系。 与心情的关系。 往往。 音乐往往会影响人的心情。 女孩子们对衣服颜色的选择,往往与她们的性格有关。 好,我们来看第二段,second passage。 研究证明,女孩子们对衣服颜色的选择,往往与她们的性格有关。 喜欢穿白色衣服的女孩子们,性格比较阳光。 生活态度,attitude。 而喜欢红色衣服的女孩子们,性格比较浪漫。 在爱情上也比较主动。 主动。 主动。 active。 Now,normal speed。 研究证明,女孩子们对衣服颜色的选择,往往与她们的性格有关。 喜欢穿白色衣服的女孩子们,性格比较阳光。 生活态度积极向上,是她们的共同特点。 而喜欢红色衣服的女孩子们,性格比较浪漫。 在爱情上也比较主动。 请你来试试回答这个问题。 这段话主要讲了颜色和什么的关系。 理想、能力、性格、性别。 答案是性格。 现在我们来听一段话。 先看问题。 先看问题。 Let's look at the question first. 根据这段话,according to this passage, 狗有什么特点? 干净、聪明、有趣、有耐心。 带着问题,我们开始听。 狗是一种聪明的动物。 它能听懂人的话,明白人的心情,会和人产生感情。 人们喜欢养狗,是因为在孤单的时候,狗会陪着它们,互相信任,互相照顾。 三十八。 根据这段话,狗有什么特点? 好,我们来看看南句。 Not the difficult sentences. 狗会和人产生感情。 产生,to create,to produce。 二。 人们喜欢养狗,是因为在孤单的时候,孤单,lonely。 狗会陪着它们,互相信任,互相照顾。 trust each other,互相信任。 take care of each other,互相照顾。 我们再听一遍。 狗。 狗是一种聪明的动物。 它能听懂人的话,明白人的心情,会和人产生感情。 人们喜欢养狗,是因为在孤单的时候,狗会陪着它们,互相信任,互相照顾。 三十八。 根据这段话,狗有什么特点? 好,现在请你回答这个问题。 根据这段话,狗有什么特点? 答案。 答案是聪明。 我们一起复习一下。 研究。 证明。 研究证明。 感情。 感情。 兴奋。 伤心。 好处。 往往。 阳光。 生活。 积极。 共同。 浪漫。 爱情。 浪漫的爱情。 互相。 互相。 互相关心。 互相照顾。 我养了一条小狗。 你喜欢养小动物吗? 为什么? Try to use the new words as much as possible. 请尽量多用生词。 再见。 下次课见。 加油。 加油。